是整间房间最棒的地方 你每天都可以在你最喜欢的阳光里醒过来 看来 看来 现在介绍了整个房子 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阳台 你看看 这个方位刚刚好 每天都可以被阳光叫醒 每天沐浴在阳光当中 是不是想起都很开心 这边是厨房和客厅 我又不是瞎子 这里是浴室 里面的墨浴用品 你随便用 这是我房间 这一间就是书房 你委屈一下 就住这一间吧 你好 你好 高姐来了 林小姐 有客人哪 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左在军 我大学同学 这是高姐 高姐你好 你好 又是大学同学 之前妙妙的爹地也是大学同学 我是妙妙的老爸 什么 你是什么 我是妙妙的老爸 林小姐 之前那位先生是妙妙的爹地 但不是先生 那这位是妙妙的老爸 应该是先生了吧 不是 不是为先生 那这个行李是 嗯 从今以后呢 昨天以后呢 左先生就搬过来一起住了 他是老爸 又不是先生 他准备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 那我知道了 林小姐 你是要试婚呢 不是试婚 我们是室友 室友 对 我懂了 我懂了 就是不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是住在同一个房子 对吧 对 高姐 你去做饭吧 好好好 我带妙妙回来了 太好了 走 我们带妙妙终于回来了 外套脱掉吧 来 今天我请高姐都做了一些炒菜 妙妙你先去洗手吧 然后我们就开饭喽 走 妙妙去洗手 你带你去洗手 最后一个好妈妈条件之一 就是会做孩子喜欢吃的菜 毕竟妈妈做的 跟阿姨做的还是有分别的 我知道了 我正在学习 还好既然我已经搬来了 就被老师麻烦高阿姨了 以后我觉得我一有空 我就会去妙妙下课 晚上我们轮着来做吧 只要佳妙能做的事情 就不用大事麻烦别人 好吗 佳妙啊 我是说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人 我知道了 你说什么我都会配合的 来 妙妙吃饭吧 来 妙妙吃饭吧 我们水洗干净了 妙妙饿不饿啊 嗯 嗯 嗯 还是赶紧吃吧 哎呀 妹妹吃这个会不会辣 草面 来 多吃点 嗯 张磊 今天再军搬过来 感觉我们三剑客又宠居了 而且啊 还多了个妙妙 嗯 真幸福 某个剑客 还觉得自己是老大 一点都没变 赶紧啊 他是点睛的刀子嘴 豆腐心 他训你那些话 都是装的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吧 其实他还是有变化的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他总是吊耳郎当的 一乎无所为的样子 可是他现在对妙妙的事情 却很认真 要求都一丝不苟 拜托 八年过去了 我和赛俊啊 已经当了妙妙妙 八年的爹地 这八年啊 真的 再吊耳郎当的人 也会成熟起来的 人生的际遇 还真是会把人逼的 不得不长大 是啊 你看你 不是都会接荷包蛋了吗 怎么这句话 听着感觉会嘲笑我 没没没没有 丝毫没有啊 赵俊 你要不要过来一起聊天啊 过来吧 过来吧 装 装 还装 住出来干嘛 那么有地方住 那不是可以坐吗 有地方啊 我看你愿意站着 赵俊 我谢谢你搬过来住 今晚特别有意义 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三个人又重去了 也还有我呢 先告你们啊 此时此刻我 非常非常兴奋 来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 关于妹妹的教育问题呢 我要定了一些新的规矩 你 以后 在这个家里面 谁都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我哪有说你坏话 是谁说我虚话是装的啊 而是谁说我喜欢装老大的 我是说那是你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嘿嘿嘿 我也可以增加一条啊 不要在背后偷听别人说话 如果偷听别人说话 晚上 尿床 嗯 干吗 尿床 如果我不偷听 我怎么知道你们说我坏话 谁说你坏话 但不管 就尿床 小毛 我就先走了 嗯 赵俊 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我会把它当作VIP一样的招待 好 拜拜 拜拜 赶紧走吧 拜拜 我去看一下妙妙 妙妙已经睡了 我去整理清理 嗯 我去看妙妙 我们有个人带来ade 我支持ני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